台北市长蒋万安头戴工程帽 系上安全绳 亲自下到14公尺深的污水下水道检视管线 才发现原来这里的施工环境非常恶劣 不但阴暗 潮湿 空间狭小 甚至无法完全站立 这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我们所有的同仁非常幸福 台北市政府持续推动 四期12年的污水下水道检视延寿计划 透过数位化管理平台 结合AI等科技 更精准地进行管线维护 蒋万安特别赶配工程人员的辛劳 成功找到方法解决旧管线衔接的难题 我就是到各个地方实际去看 相关市政的推动 上雄必动下黄泉 我觉得实际去看实际了解 你才能对于未来整体市政推动的规划 更有想法 他们数十年如一日 每天善待自己的工作 确保市民安全 蒋万安强调 地底下的工作虽然不被市民看见 却是城市必要的良心工程 诚挚地对每一位污水系统守护者致上感谢 记者游祥亭台北采访不到 在这一位污水系统守护者致上感谢